哈喽,大家好,欢迎到YA Diary 我们来参加台北国际插画博览会 那现场会有数百个文创品牌到这里来设摊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今年可以找到什么样子优秀的新创作吧 这次的插画博览会主题是礼物 一起来进场挑选一份充满情谊的小礼吧 第一件当然是要看到我们一直以来都非常喜欢的乐意 这一次不外乎展出了很多美丽的纸胶带 还有主题丰富的转印贴纸 还有近期很常被我拿来制作蓬蓬小卡的拼贴卡 当然也少不了各种美好的素材们 还有像是气质的手机壳啊 无线充电器等周边 场地布置也可以看到美丽的绘画 整体赏心悦目啊 那重点重点重点 你还可以看到产品旁有这样子的应用示范作品 如果您在现场有选择障碍的话 这些拼贴 绝对可以带给你一些购物的灵感 小黄间 看到背板上大大又胖胖的熊了吗 包含这些各式的萌萌动物在内 一切都是如此的疗愈啊 其中像这种主题性的小可爱们 冲浪登山样样来 咦 你看 有一只动物骑在鱼身上冲浪耶 而产品种类也十分的丰富 有具备使用性的杯子和袋子 还有各种可爱的贴纸 和牢狱的明信片 你看它背后的词语是不是很暖心呢 像这个 不小心跌倒的话 干脆就再多休息一下 跟着小可爱们一起趴着用心休息吧 这个品牌的作画 是属于写实 还有细腻的风格 淡淡的笔触 把画面呈现得十分的丰富 也让动植物栩栩如生的呈现出来 这幅画是画跟法导有关的议题 然后我希望可以用比较可爱的方式来探讨 那里面的动物都是一些濒临绝种的动物 然后我想像他们在一个传统市场里面 他们都有很多的行为 是就是非常环保的 然后又可爱 然后很俏的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传统市场是大家在生活中 比较常会接触到的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开始做一些改变 像上面的那个建筑物就是 我在就是旅行的时候 我常会拍一些台湾的 比较传统的那些风雨 我就把它放在了这个我自己想象中的传统市场 在这里看见了很多色彩丰富的纸胶带 风格算是活泼又带有一点日常的感觉 但除此之外 还有我很喜欢的星空系列 在这些美丽印章当中 有一套还蛮特别的哦 这个是全套日本的12月名称印章 字体都是作者写的哦 非常的可爱 我们来到Maluko小画室啦 一如往常的可爱 一如往常的华丽啊 那我这一次最大的目的呢 就是新品啦 来看一下星空研究室 这是这一回的新品 你看这些小动物们 搭配魔法还有占卜的元素 是不是有一种哈利波特的即逝感呢 另外还有这个幸福花束 先前有出过了 但是我没有购买到 这一次出了PET版本 当然要立刻入手啊 再来我还买了这三张转印贴纸 都是很可爱 而且很实用的素材哦 那各位还记得我们上一次的 Maluko小画室拼贴活动吗 这里面的奖品笔带啊 在这里就出现啦 也不要忘记有可爱的印章和小吊事哦 这一次呢 进口Tracy认识了这个新的品牌 日投 一走进这一面吸睛的墙 马上停下脚步 看看这一些带有 灰鞋勇懒感的角色 让人好想认识他们哦 透过这些肥胖又可爱的垃圾食物们 来呈现对于日常的呐喊和精神喊话 各式各样的周边 真是让人目目转睛啊 好 我们在印印菜呢 发现这个摊位啊 充满了喜庆感耶 以凸板印刷来印制的图样们 现场并不复杂 把各种细节和氛围 以温馨的感觉呈现了出来 每一张作品都非常有独惑感 如果您有想要做一些像是书约啊 或者是新铁的话 来使用图板印刷 非常的特别 这边使用泥鞋来作为logo厂布 可爱又活泼 各种花草和小物呢 也是一如既往的可爱哦 这样的展出当然少不了自己印啦 以草皮来呈现厂布 为整体带来了清新感 那边坐上去 跟苹果厂布 就像是柳果厂布 还为收藏 再加上去 多加上去 Stitch出质 就像是越来越多 这边是我们做的第二代 它上一代它是橡桃跟色块是粉 哦我懂 它這個彩色跟這個黑的是可以合成一隻彩色的蝴蝶 貼起來就變成這樣 好聰明哦 把它貼起來可以變成這樣子哦 你嘴還亮亮的 然後是這一次的新品 這個概念也是一樣 還沒有進入攤位 就馬上被這些可愛的呆滯飯碗吸引住了 名為阿傻系的韓國品牌 意思是韓文的大叔 所以可想而知啊 我們在裡面和很多可愛的大叔相遇了 而這裡有非常俏皮的大叔燒酒杯 非常的應景哦 整面長的紙膠帶 也是豪邁又活潑 各種周邊 除了大叔和他們的夥伴們爽躺 還有各種有一點意義不明的可愛呈現 一起來進入大叔的奇妙歡樂日常吧 這裡啊有很多品牌的展示 尤其是各種錄製的紙膠帶 都會在這邊出現季瘦 所以啊紙膠帶種類和大小是應有盡有 風格也可以說是白白種 總之會有幾卷讓你會手滑購入 就像是這邊有我喜歡的浴金箱耶 怎麼可以不買一下呢 最後一區 我們來看到幾個美好品牌的共同展出啦 在我們今年的我只在乎你都有出現過哦 所以非常有熟悉感 你看這樣的成堆的紙膠帶展示在一起 令人無法一開雙眼啊 先前在文博會介紹過的這一種乾式轉印貼紙 這次有很多很多的新發想 從花卉和其他植物還有動物 全部都有 就收來搶供各位的荷包啦 以上是這一次台北國際超話博覽會 我們關注的品牌 除了幾間大家熟知的好朋友之外呀 還有幾間新認識的小可愛們 接下來我們會持續的follow他們 希望可以給大家帶來更多的好物分享時光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哦 下一次見啦 掰掰